趙總製長他有講說是高雄人讓大家吃萊豬 然後陳吉邁他就有回應說 可是依票數來看 新北市的普通的票數最多 其實公投已經結束了 就尊重人民的選擇 一切放下大家團結的往前走 如果萊豬決定要進來 這是大家公投決定的一個結果 政府有責任一定要把關好 不要影響到民眾的食安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新北市一定會嚴格鎖好 萊豬的所有的檢查 尤其我這一段時間也不斷的到市場 到交通廠去 就要提醒他們 絕對不可以用萊豬 這是要保護我們孩子的食安健康 保護我們市場台灣豬肉的品牌 這個就是我的作為 那公投的結果我就是真正的 其實在標示不明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何去做嚴格的食安的檢觀 就算我們去稽查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源頭上面 並沒有很清楚的標示 他的來源是我們食安的檢觀 這是政府的責任 公投做出一個結果 政府有責任要守護食安 那我們對地方政府 如何去督促中央政府 做好落實這個食安的檢觀 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責任 中央有中央的責任 大家一起面對